现在时间是1月15日下午6点 我们可以看到27万达广场上面冷冷清清 闲有人计 我们一会儿到这个27金街里面去逛一逛 看看还有没有商铺在正常经营 现在呢我们就走到了27万达金街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有部分的商店呢 只是卖食品的 还在开门 但是呢门前放了张桌子 只能站门口来取餐 不能进去 大部分的这种临街门店啊都已经关门了 金街里面的德克室 都是不允许躺食的 然后门前有桌子 取餐呢只能站在外边 除了这种食品店之外啊 其他店铺全部处于闭门状态 清津门店呢灯火通明 再往里面走 整个27金街里面显得非常的荒凉 五股余粉 这个地方啊黄门鸡 还有恩多寿司 这种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店铺啊 并没有受到影响 这还有一个良品铺子 正常时机啊 这个点六点多 正是金街里面热闹非凡的时候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冷冷清清 这是万达的三号门 门上有一个告知书 一请管控 一号门三号门暂时锁闭 请绕行二号门 先入汉堡除了快递 送外卖的炮队小哥之外 没有人来 现在呢已经转到了 而起金街的北出口 北出口呢同样是 临街店铺 大门紧闭 路上行人稀少 这个地方有一个真优味 铁板烧 这人还不少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OPER的手机店 店内呢已经完全给清空了 这是临大雪路的 二七万达二号门 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人都在门口 尤其是这种外卖跑腿小哥啊 都在这个地方等待进去吧 不知道让不让进 取餐送餐呢都送到了这个门口 然后想要进入商场啊 跑腿小哥能进去 但是需要提前扫码测温 如果想要进到万达里面逛逛商场 也可以进 晚上是十点闭门 扫码测温之后就可以进去了 我们家乡一个房间 不然住 哦你现在回不了家是吧 回不了家 完了 那咱们老家是什么地方的 永城 永城的是吧 上秋的啊 嗯 哎呀 确实太不容易啊 你看这不下风了吗 回不了去 那你有那个河山证明不是可以回去吗 有 老家不让回是吧 老家不让回 老家还严重呢 哦 那你晚上怎么住呀 这不是啥厨了 然后你就带点东西是吧 嗯 可以是吧 那你晚上睡到什么地方 那你 我还没睡到没住了 我今天放出了 哦 你在哪个工地干呀是 镇商 哦镇商 管城的是吧 对 哦 这十八百块你知道吧 哦知道 你说也没有热水是吧 没有热水 这有 这有 这可麻烦 哦你们是昨天放假了 外面 上一节 找的周围 哦 接着上级筒子 工资也都不容易 工资也都全部发了是吧 发了 哦那还可以 现在饭店不是可以那个外卖是吧 可以啊 外面就凉了 昨天我买一次就凉了 哦 那你中午就吃点馒头啊 吃点馒头 喝点热水 凉了不发 喝酒 买一瓶酒 哎 那你晚上 昨天晚上住到哪了 昨天晚上 嗯 放开路那个地方 吃了很多 在这个大一盒懒的 懒散欢 小多下 哎呀我有 不是我自己十几个人 嗯 就是大股东西 那么冷的天 你们怎么睡睡觉呢 晚上 像我们嘛 在干活啊 睡成了 不能管了 还冷啊 没啥就冷 完全回不下去 又是能鸡 知道吧 对对对 春节了回不去啊 应该 又不是没有钱 哎呦 是应该是差不多 应该会很快会过去了 因为今天 我看那个核酸检测 已经三天是零新增了 应该很快都会回去过年了 哎呀 上天保佑 哈哈哈 对 一定会好起来的 对对对 三个结束 哦是是 哎呀 确实是大家都太难了啊 嗯 那行 叔叔你照顾好自己啊 哎 好好 再见啊 现在马上要过年了哈 今天是15号 还有15天就过年了 嗯 现在的郑州人呢 都是在干嘛呢 就是所有的饭店餐饮 全部都闭店了哈 除了有个别的商超 没有关门 是 而且这种商超是不在风控区的哈 不在重风险区域的才可以开门 其实有很多商场哈 你即便开了门里边有很多商家都都那个都关门了 都没有营业哈 因为现在嗯 疫情期间吧 嗯 有的是被居家隔离 有的是能能来回走 但是呢也不能来回去 因为这次的疫情 好像真的是比以往的疫情要要严重很多哈 我觉得这次的疫情就是有一话怎么说 就是遍地开花 所以说你也不敢出去乱转 万一你接触了就是说是不该接触的人 那你那也没办法了哈 因为现在咱们还是尽量少少出去溜达吧 因为现在国家投入也比较大 就是一天每天都要做核酸检测 也做了第八次了哈 还是要还是还是还是要配合一下尽量不要来回跑 哎呀 现在我在朋友圈看到了包括那个身边的朋友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哎呀 这年怎么过呀 没钱过年呢 刚才刷朋友圈又看到 有人在朋友圈里发 疫情期间干什么最赚钱 就是就是 干什么最赚钱 就是让大家给他指个路 哎 我觉得 我都很理解他的心情哈 真的是 这也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郑州人的心声吧 哎呀 希望这次疫情真的是早点过去 让就是我们都能生活工作都能恢复正常 最起码的就是就是就是说是过年吧 能让回个老家 就是跟父母团团团团团团团 过个快快乐乐的过个新年 你现在郑州疫情比较严重 而且每一次疫情都有郑州 我都觉得哎呀 这是哪出了问题了是 每一次疫情都有郑州 你现在你像外地老家那边 他虽然说没有没有确诊病例 但是呢 他就是管控的特别严 他就是你如果说 假如说我从郑州回去的话 就是回去要自费隔离14天 然后再加载隔离7天 我觉得我都没有必要 回去的必要了哈 如果说真是到过年的时候还这样的话 我都决定在郑州过年不再回去了 等到过了春节之后 疫情结束了 然后再回去 哎呀 现在是各个地市的政策都比较 都比较紧张 都比较严格 所以呢 我们还是别乱动了 就怕在冻老之后 来回走走亲戚 然后再有疫情 哎呀 过了春节还开不了工 那才是真正的头疼了 哎呀 希望这疫情早点过去吧 让大家都恢复 正常的工作 2022年开始了 新的一年 希望真的不要有疫情了 让大家在就是这两年的疫情当中 损失的所有的 所有的损失在2022年都给补回来 希望2022年能够国泰民安 平平安安的 平平安安的 让大家就是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